是我們最新的活動啦 那這個活動從3月3號開始 那我3月5號才拍的原因是因為 我最近有點懶 對 那這個呢 這個活動就是一個愛麗絲的活動 只要我們 就是我們之前就是復刻過的造型 那這個造型之前已經出過 那這次復刻呢 是我們只要把右邊這些東西 就是右邊這些任務給做完 之後他們就會送拼圖 那當我們拼滿這一幅畫之後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愛麗絲的造型 那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個活動就是 Jerry活動 那這個活動是做什麼的 這個活動呢 是我們可以收集積分來兌換 這些東西喔 實在是還蠻不錯的 我個人是比較想要這個 這個東西 因為我比較喜歡炭治 我比較沒有想喜歡 魚之助 那我這邊呢 可以看到說這個鬼滅之刃的 一些移動的東西啊 或者是擊殺這些照那個特效 特效的東西 都是永久的 所以是還不錯 那如果我喜歡這些東西的話 就上線來完成這些任務 然後領取積分吧 那打開之後呢 不一定會只拿到積分這個東西 有可能會拿到一些表情之類的 然後有可能是永久的 有可能是現實的 那我們就開七包讓大家看看吧 好吧七個積分 我真是有點衰喔 那沒有關係喔 那我們七個積分 我們七個積分 一樣可以換一些東西喔 我們七 我們要擊滿20個積分 就可以換這些東西 那如果到時候 活動快要結束 然後上面都換完的話 也可以換下面這個奧義碎片袋子 如果你奧義還不夠的話 就可以 稍微換一下 因為之後的話 這些積分也不知道怎麼用 可能是只有賣掉一塊錢兩塊錢吧 也只有這樣子 那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希望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 我們如果想要看更多的活動解說 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說 你想要看什麼東西 什麼活動之類的解說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 MING PAO TUNE